Hello,大家好,我是莉,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最近有点在爆根的节奏啊,还是很开心 今天这条视频点个收藏就说明你会了 我会有三款发型,盖瑞也会三款发型 我们两个人放在一块呢,就可以用来做擒头了 OK,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慵懒性感的法式微卷发型 那这款发型呢,经常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啊 或者是明星街拍里面 给头发一点点微弧度,而不是那种大卷 我弄头发的顺序是洗完头之后直接弄 那第一步的时候是洗完头疏顺 然后用吹风机将头发吹至半干 这里切记不要用高温吹风 因为刚洗完的头,头发的毛鳞片都是打开的一个状态 会让头发的水分快速的流失 同时夏天本来就很热 高温风一吹,一头大汗,这个头就白洗了 那我这里用到的是本期视频的金主直白高速吹风机 它风温舒适,冷热风快速切换 不伤头皮,不容易出汗 风速比我之前用的其他的吹风机快了一倍不足 非常适合我这种临时要洗个刘海 哦,突然暴露了什么 第二步是将全头的头发分成四树 上面一半分两树,下面一半分两树 再将其分成两个单的小树 绕在一块卷在一起 最后卷成一个发灸一样 如果你的头发发量比较少,没有我这么多 那你就多分几树,把每一树分的稍微小一点 不带风嘴的情况下,把外面这一层吹的比较干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化妆 你就可以把吹风机放下来,然后去化妆 如果已经化了妆了,就像我这样把头发再拆开 这个时候可以用阔风嘴 把头发像放面条一样放在那个阔风嘴上面 把头发直接吹干 吹干之后呢,就把头发直接打开就好了 在拆开之前,将风温调成冷风 让整个头发固定降温 再喷一点定型喷雾 那么这样一款慵懒的发型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接下来是预解长植造型 那这个造型可通勤可日常 还可以度假休闲 整体会给一种就是啊 这条街我最有钱的一个人 第一步跟之前一样 将头发吹至半干 我们从第二步开始 我是将头发分成三等分 下面的直接用顺滑封嘴 将它吹直 这个地方要注意 如果是头顶的头发 最终你决定是往后输的话 那你就像我这样 由后往前吹 基本的原则呢 就是反其道而行 让头发更加的蓬松 它有一定的支撑力 懒人增加发量的一个小技巧 虽然说这个动作不是这么优雅 将头发吹至全干 马上切换成冷风定一下形 喷上一些定发喷雾 再搭配上墨镜 涂上一个比较霸气一点的口红 那我们这样一个造型就做好了 接下来是我的最后一款造型 这个造型的前面吹头发的部分 操作可以变成丸子头或者是低马尾 扎这种丸子头就很怕这个头扎完之后 整个头是光光的嘛 没有空气感 没有蓬松度 第一步直接吹成全干 整个把头往下低 然后这样来吹 这样的话 它跟我们头发往下垂的重力方向是不一样的 会有更多的空间和空隙 会让发量看起来很多 注意一个小技巧 吹到发根的时候 像我这样子用手指抓头发之后 你将这个风筒直接对到发根的位置 像这样子Z字形左右晃动的方式来吹 进一步的增加的头发的蓬松感 要用冷风将发根的位置做一个定型 弄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把头发开始往后扎 把头发翻成两半 先把上面的头发捋顺再开始 把下半截的头发往上去捞 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喜欢用手指头直接抓的话呢 你可以用宽的那个大尺竖 不要用非常细的那个竖子 接下来就用皮筋把头发给扎好 将头发分成两束 卷在一块之后再盘成一个发灸 让整个发包有一定的结构感 用U型夹直接固定在头顶 固定好之后 用手压住发包 抽取头发最外圈的发丝 这样的话呢 会让头发更有空气感 可以来修饰头型 如果像我这样是M型的发际线的话 可以用我们的眉笔 或者是眼线笔生咖啡色 画一些假的发丝 这样一款是比较知性一点的造型 就做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盖哥的造型 然后刚好他最近剪了一个这样子比较常见 也很好打理的基础款的一个发型 它是两并偏短 头顶偏长 十分钟之内可以搞定的这样一些发型 第一步跟我也比较相似 用吹风筒 快速的吹到头发是半干的状态 拿出发蜡 然后将发蜡抹在手掌心 揉开之后就开始疯狂的去乱抓你的头发 将头顶的位置先抓乱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我稍微的帮下忙 再用手开始去推出你想要的造型 用手捏就似乱非乱 这个发型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爆炸 那这样一个发型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爽朗阳光 接下来呢 是有那么一点闷骚的感觉 整体效果是注重线条感 额前的地方要有一点点弯下来 垂一点发丝 第一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湿发的时候就抹上发了 然后再用热风去吹 将两边不需要蓬松的地方 用顺风嘴将头发吹顺 我们再换成阔风嘴吹发根的位置 换冷风对头发进行一个固形 直白的这个变温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最后弧度一切满意之后呢 再喷上一些定型喷雾 换上BGM 这样一个比较闷骚小型男的一个感觉 我就做完了 最后呢是一款比较少年感的湿发造型 头发呢湿的一个状态呢 就直接抹上发辣 像我这样把头发分成三股到四股的一个状态 跟拧在一块直接用阔风嘴 中温盖在头顶上直接对着它吹 吹到头发干为止 拆开完之后开始用手造型 看的是湿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它已经是干了的 在前额的两边留两戳弧形的发丝下来 脖子上挂一个耳机就真的是很少女慢了好吗 大一串的干货就讲完了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直白高速吹风机的整体使用感受 我在月头的时候收到产品的使用下来呢 我个人喜欢以下两点 它的风温非常的舒适 不像到老式吹风机 它的那种高温是将水分制烤干一样 直白的话呢 智能控温就对头发的伤害比较少一点 像现在7月份深圳 哪怕吹热风都不会吹得我满头湿汗 让我很想再去洗一次澡 那第二点就是风力非常的足 官方的介绍呢 是马达的转速在10至13万转分之间 关于这一点呢 我光这样跟大家说这个冰冷的数字呢 没有什么实体感 但我也没有专业的仪器给大家测 所以我这里就自己做了相关的一些测试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羽毛 比较常见的吹风机 对比一下 风嘴在同样的一个距离的情况下 那直白是直接把这个羽毛吹到画面外面去了 由此可见呢 风速是真的非常的快 我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节省非常多时间了 OK 那么今天呢 就是用直白高速吹风机 为大家打造的男女各三款 一共六款的禽头造型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带有干货的分享 还想看更多 或者有别的想看的一些内容 不妨弹幕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Mu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